耶稣来到斐利伯的海撒勒亚地区时 问自己的门徒说 人们说人子是水 他们回答 有人说是使者若汉 有人说是厄利亚 患有人说是耶纳米亚 或其他先知中的一位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水 世门百多禄回答说 你是基督 永生天主之子 耶稣便对他说 约纳的儿子西门 你是有福的 因为启示你的不是血肉之人 意思我在天之父 我还要告诉你 你是百多禄 盆石 在这盆石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任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约事交给你 你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被捆绑 你在地上释放的 你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我给你